从1970年以来的50年 我们看到它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 从1901年到2018年 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.20米 上升的速度比过去3000年中任何一个世纪都快 2019年的二氧化碳 全球的浓度已经达到了410ppm 是高于了200万年以来的任何的时期 2011年到2020年 全球的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了1.09度 这里头大概1.07度的增温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 对于极端事件来看 1970年以来的热浪强降水 干旱和台风等极端事件的频发不断地出现 并且还将继续 所以一个综合的结论就是 全球变暖对整个气候系统的影响 是过去几个世纪 甚至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